清朝统治了270多年,为何从来没有考虑过收复澳门地区? 1999年12月,中国恢复对澳门地区行使主权,这也意味着澳门正式回归祖国,但有一个问题出现,澳门是明朝家境时期被租用的。 明朝灭亡之后,清朝统治了200多年,期间也有鼎盛世纪,例如赫鲁在尾的前期,清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,但是为何没有考虑过收回澳门地区呢? 其实,清朝高层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,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军事方面,清朝都没有收回澳门的必要。 当然,后来的事情是清朝没有料到的。 清朝入驻中原以后,对于很多事情并不了解,比如宗藩体系,清朝认为自己继承了明朝的宗藩体系,一点也不能改动,越南是明朝的藩属国,但起初不愿意做清朝的藩属国。 清朝死活不愿意,至于澳门,由于明朝已经租给了葡萄牙人,而且已经过了将近一百年时间,清朝已经认定这是固有的事实,自己根本不需要改变,清朝的疆域辽阔,连尼不楚等地区,都能白白送给沙俄。 所以说,清朝无论干出什么事,大家都不要感觉意外。 除了不愿意改变固有事实,还要就是通商的需要,清朝执行了严格的海进政策,但自己也需要来自西洋各国的商品,如果彻底关闭国门,也会出现麻烦。 因为,清朝留下了一个中转基地,那就是澳门,那些西方的商人们把自己的货物运到广州,但是他们不能住在广州,只能返回澳门居住。 到了后来,那些长期在广州做生意的西洋人,基本上都把家眷留在了澳门,处于对外通商的考虑,收回了澳门,对于清朝自身没有任何的好处。 还需要注意一点,从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,澳门的主权一直在我们的手里,澳门地区仅仅是租给葡萄牙人而已,而且租金非常可观,清朝根本没有必要收回澳门,这是和银子过不去。 在鸦片战争之后,由于清朝的国力衰落,葡萄牙人才壮的胆子占据了澳门,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。 当然,清朝也不希望出现第二个澳门,英国特使马甲尔尼访华的时候,曾经向干龙皇帝提出租用一座沿海小岛的想法,干龙皇帝断然拒绝,表示这个是没有商量的余地。 由于岛上的洋人越来越多,而且赖着不走,清朝或许真的考虑过收回澳门,而且是用武力收回。 通过现在的一些资料,清朝至少有两次这样的想法,但是清朝不能这么做,英国、荷兰都看上了澳门这块肥肉,想从葡萄牙手里夺得澳门的控制权。 为了对抗英国、荷兰,早在明朝末期,葡萄牙人就开始经营澳门的军事要塞。 到了清朝统治时期,澳门的防御已经非常完善。 众所周知,清朝军队擅长攻马骑射,面对澳门的防御攻势,即使能够打下来,清朝军队的伤亡也会非常惨重。 由于上述一系列原因,清朝一直没有收回澳门,进入近代之后,英国迫使清朝割让了香港,葡萄牙人则趁机占领了澳门。 爱国诗人文艺多曾经写下了昭明的《七子之歌》,讲的就是这段历史。 在抗日战争期间,日本处于自己的利益需要,也没有占领澳门,算是给了葡萄牙人一点面子。 这段历史最终在九十年代完结,一九九七年,一九九九年,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祖国, 然而总之,想做到这一切事情,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。